每天都會有不同的帳號 來我的各種影片下面留言 網紅族面YouTube頻道 200多萬追蹤 如今卻被爆出 遲毒被逮 家中被搜出十幾公克的大麻 甚至器具齊全 包括研磨器卷 煙氣卷 胭脂一應俱全 遭研判已經稀釋一段時間 而這回被抓的還有她 我就會覺得 我好厲害 團體反骨男孩成員之一的蕾拉 正要出門時遇到警方上門 最後家中被搜出0.4公克的大麻 以及從國外帶回來的研磨器 她和老公湯宇通通被帶回 最後三人都是無保請回 但就像連環報一樣被爆出來 主要是新北行大街或檢舉 六號一早繽紛九路逮到十人 其中還有一名周姓女網紅 社群平台有一萬多人追蹤 不吝嗇分享自己的腳好身材 也喜歡和粉絲分享旅遊過程 曾經到泰國遊玩的她 也有到販賣大麻的商店拍攝 結果這回自己也被抓 事後 九妹也發出聲明 目前無保請回配合檢調調查當中 偵查不公開 不方便說明 謝謝大家關心 另外 蕾拉老公湯宇 在七號凌晨也發出聲明 表示已經積極配合檢警調查 被無保請回 此外 被轉述自國外攜帶毒品入境 有案子走私毒品的嫌疑 湯宇也透過聲明反駁 警方初步調查這些案件都是個別案件 沒有關聯性 但網紅連環報也有帶警方持續追查 是否還有其他人也涉案 我們最近找到流量密碼啦 什麼流量 什麼 就你們流量蠻好的啊 吃早餐 賺流量 九妹風波當天 竟照常更新YouTube影片 大批網友灌爆留言區 很算為了奢華 BS評價律師犧牲自我 成為素材 不用付費 也能看見這麼精采的新聞 而九妹本人還都有看 默默按讚 經典對決系列節目遭到網友 惡搞制圖 奢華大麻 VS評價大麻 還有頻道的各種截圖 說自己已經聞到麻味了 更突光速問世引起瘋傳 九妹先前和超商聯名一系列商品 只是深夜網路上立刻瘋傳 疑似超商的公文指出 九妹聯名三明治全面下架 爆出開切割的第一槍 超商對此則回應仍需要了解 九妹的訂閱數259萬 是台灣YouTuber排名第10名 頻道以3C產品各式開箱評測為主打 形象受挫 各大合作廠商還沒有對外發聲 是否索賠還得看合約而定 我當時是驗了髮也驗了尿 我的毛髮並沒有驗出大麻成分 但是我還是被樂界 九妹有這些東西 他不用驗髮 連頭髮都不用驗 還是說九妹比較紅 所以有特權 社賣大麻煙彈 一審被判刑的實況主 Toys開直播質疑 其實先前他驗髮是因為涉嫌販賣 檢方需採檢是否長期稀釋 驗髮的長度也決定能夠追溯出的使用年份 而一般食毒只會驗尿 特殊案件或打死不認 經檢察官指示才驗髮 九妹翻車後續效應遠比想像中更大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很多網友懷疑我們 有吸毒 這次來真的 先來驗一下 YouTuber反骨男孩 兩年前的拍片企劃 整團帶去驗尿曬出陰性正名自欽 如今成員蕾拉涉嫌 只有大麻被剝 蕾拉最後一個等一下 為什麼要最後一個 現在得再驗一次尿被外界很痠又抓住流量密碼 今年27歲的蕾拉是中東混血 18歲結婚生子去年跟唐宇再婚 因為長得像歌手鄧紫棋出名 但走紅後爭議就不少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蕾拉也被指控搶吻知名實況主統神 蕾拉的老公說是從泰國帶來的 這我覺得也不可能 蕾拉被捕當天 統神開直播評論 15小時累積快10萬點閱 而跟統神有過節 也曾依脈大麻被抓去樂界的直播主 同樣開直播狂笑嘲諷 是有一點點那麼向我求救的意味 因為他們頭上戴的帽子以及衣服 都是經由我的品牌所推出的 就這麼剛好 蕾拉湯與傅訓時穿的衣服跟Toys同款 至於反骨男孩繼孫生現實動態暗酸後 團長酷炫也在臉書以黑底白字寫下有點麻煩 一場涉毒風波也展現出網紅間的感情 是脆弱還是搶流量 TV的新聞黃建國與亞太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